第1022集 意识到这点 大凡深山的人脸色不太好看了 他们不认为己方这些人能够跟圣美叫板 但是就这么放弃金色书页 却又心有不甘 寒露不写的冰冻结界 对圣美而言形同虚设 他刚刚明明还在不知多远的星空外 下一刻的一步步踏出 身影在众人面前闪过 便出现在了冰冻结界中央 也在林明面前 他身穿一身蓝色衣裙 全身笼罩在奇异的光韵中神秘而圣洁 因为他身体的光韵和迷蒙的雾气 让周围的舞者很难看清他的面容 只能感受到他神圣强大的气息 让人忍不住顶礼膜拜 人们都以为林明下一刻就会被圣美杀死 毕竟在圣美面前 林明就如同孩童一样毫无反抗之力 这个小子运气真好 竟能死在魂后娘娘手里 魂后娘娘何等人物 他来只是为了金色书页而已 我们不需要娘娘出手 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击杀林明 在魂天圣地御石生说道 他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认同 击杀林明这个下等种族出身的家伙 怎么能脏了娘娘的手呢 虽然他们想要击杀林明 得付出不小代价 可他们愿意效劳 一时间在剁神山脉 越来越多的舞者 对林明跃跃欲试 想要击杀林明 这甚至比之前大凡神山青年 发出的悬赏令更有效 面对如此一幕 林明沉默了 他只是看向圣美 而圣美同样也望向林明 他那双眸深邃 童人中绽放出迎动悠悠的光芒 仿佛一眼就能把人心彻底看透 此时的林明全身遇险 林天破碎无数 肉身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 在他下方千丈处则是 累累的尸骨 血流成河 他是战场上的杀身 而站在林明对面的 却是飘飘欲仙 一世独立的神女 血腥与圣洁 杀戮与柔美 在这一刻形成了 无比鲜明的对比 林明和圣美 似乎象征着 武者世界的两个极端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寂静下来 林明和圣美两个爵士天骄摇摇对视 而在他们身边 却围拢着魂界无数的天才 一根根堪抬 无声的助力着 闪烁着神秘的符文法则光芒 林明以前可从没想过 她会跟圣美在这等情况下见面 果然是你 圣美开口了 她的声音极为清丽 也没有灌注任何神源 但却在此时寂静 无声的舵神山脉 传出很远 你终于来了 林明开口 两人的声音无比清晰 一时间所有人全愣了 圣美跟林木认识啊 这个林木绅士离奇 仿佛凭空冒出来的 圣美竟然知道她的身份 仔细想想 虽然这些人都不愿意承认 但不得不说 林木的天赋 已经高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甚至未必比圣美差 两个爵士的人杰 竟然是旧时 意识到这些 很多人都说不出话了 他们原本因为林明人族出身 下意识就认定林木出身卑贱 是下等族人 而这些魂界的舞者 包括御时升之流 面对林明 哪怕明明实力天赋差 林木很多 但他们骨子里 却依旧有一种优越感 因为他们是魂族 因为他们出身大势力 是大势力的天骄 而林木呢 只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因为壮大运获得了什么机缘 而突然横空出世的人族小子 过而面对林木 他们总有一种 就是京城贵族 看那个乡下爆发户的感觉 哪怕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乡下爆发户有钱 也不妨碍他们鄙视乡下爆发户的粗鄙 可现在 盛美突如其来一句话 让这些人全愣了 这个林木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可能认识盛美啊 难道他也是顶级大势力出身吗 可魂剑明明没有属于人族的大势力啊 难道他来自于其他宇宙 很多人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现在听盛美的口气 虽然不至于将林明列为与他等同的地位 但至少林木值得盛美认真对待 而这次盛美出关 又跨越不知道多少赵里来的舵神山脉 显而易见也是为了来见林木 但反观他们这些人 包括宇师生这些魂天圣地出身的弟子 却一概未入圣美的眼 甚至连招呼圣美都没打一个 这也是情理之中 皇帝嘛 自然不会跟平民打招呼 哪怕那是自己的子民 时间流逝 林明的伤口在缓缓如动 慢慢愈合 因为能量消耗太多 伤口愈合的速度极慢 显然林明此时状态极为糟糕 看着林明的伤口 盛美轻声道 你似乎一直等我来见你 不过 你现在的情况似乎不怎么好啊 如果我再晚一步 你怕是就要葬身这里了 没有了金色书页是小 甚至你的真身都会被大凡神王针对 而以大凡神王的实力 要找出你的真身并不难 那个时候怕是你根本别想离开魂界了 盛美脸上挂着一股淡淡的胜利者的微笑 相对林明而言 盛美确实是上位者 这是因为两人出身的差距 和自身实力的差距产生的鸿沟 没法弥补 而且现在也是林明有求于人家盛美 金色书页可能保不住了 但我的真身未必有事 林明声音平静 虽然身处不利的境地 可他并没有示弱 哦 在真神追杀之下 你还有逃出升天的把握 只是不会坐以待毙罢了 林明还有一条退路 那就是退入修罗路 他有修罗令 可以通过修罗令回到修罗路 可回到修罗路也不那么简单 需要很长准备时间 而且也不能被打扰 如果这段时间内 林明就被真神感知锁定 那结果可想而知 林明毫不怀疑 真神是有可能跨越 异兆里的虚空 通过感知影响自己的精神之海 便向对自己出手的 你的修为 似乎降了 林明虽然感受到盛美可怕的气息 但仔细观察盛美的魂海 林明却发现 盛美的修为已经降到了戒王境 不再是天尊初期 可他依旧保持着天尊的威养 他给林明的感觉 也比普通天尊更可怕 这显然是因为他完成了大转生数 第七转的原因 大转生数每一转都会让修为降低 同时古灵也会随之降低 转生越彻底 这种改变幅度就越大 过些日子还会降的 盛美很坦然 他完成了大转生数第七转后 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 他那修为会一降再降 降得越低效果越好 而之后盛美会重新修炼 再修上来的速度将会快到不可思议 甚至数年之内连跳几个境界 你来魂界 是专程来找我的吧 之前林明在圆梦宇宙 搅起这么大风波 又把名字写在盛美旁边 写些林寒冰三个字 这种种迹象表明 林明在告辞盛美 他来魂界了 林明找不到盛美 自然只能让盛美来见他了 说出你的目的吧 我想你不可能是来找我叙旧的 不过 如果你是为了人族和圣族大战而来 向人族跟魂族结盟 我只能说 你恐怕要白来一趟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做 对魂族并无好处 盛美这一番话 让林明眉头一皱 他虽然早就料到此行不会太顺利 可没想到一开始 盛美一句话就把他给堵死了 而且不留余地 看到林明的表情 盛美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他轻叹一声道 看来 果真如此了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想不到还有什么事情 能让你来魂界找我 你进入魂界 想必付出不小代价吧 跨越三十三重天的旅途 极为困难 除非探息神秘原本就被打通 否则就连盛美也难以穿过探息神秘 林明看着盛美 盛美看着林明 两人见面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局面 而这时候 林明开口问道 魂族与圣族 难道不是对手吗 你们之间曾经爆发大战 为何停止了 魂族跟圣族 确实都想吞掉对方 两族间也爆发过大战 但是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因为一些原因 大战已经停止了 造化圣皇和魂族魂帝 也已经达成了暂时的协议 而圣族只要完成一件事之后 就会着手 覆灭人族 对圣族而言 灭亡人族并不是难事 凭你 无力回天 圣美声音冷漠 可他所说的 却是事实 相对于圣族而言 现在的林明实在太弱 休战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 涉及我族机密 无可奉告 如果 如果我能提供足够的筹码呢 嗯 林明心中一沉 深吸了一口气 一字一顿 抛出了这句话 这回圣美可惊讶了 他望向林明 想象不出林明能拿出什么筹码来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林明跟圣美算有点交情 可也最多是天交之间的惺惺相惜 他可不指望圣美念及这点情分 就帮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 林明想要促成人族魂族合作极为困难 林明认定 魂族与圣族 因为某种利益而达成协议 甚至可能是圣族为了吞变人族 而付出一定代价给魂帝 这才暂且休战 可无论如何 林明相信魂族跟圣族是死敌 这两个冗族早晚有一天得爆发生死大战 宇宙的主宰最终只会是一个 林明现在想要跟魂族结盟 一是要利用这一点 第二就是拿出比圣族给出的更诱人的筹码 这等于林明一个人拿出比一个种族更大的财富 这听起来不可思议 所以圣美根本没法相信 林明哪怕有什么奇遇也难以撼动一个种族 就比如暗龙枪又或者如麒麟果之类的顶级圣耀都没法让魂帝动心 他不动声色看向林明 等着林明回答 他们之间的谈话现在已经改成了秘密传音 周围舞者根本没法听到 他们在外边只能看到林明和圣美交谈 但却不知道在谈什么 这让他们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大凡神山的人完全傻眼了 他们本来奉命来杀林明 然后夺取金色书印 可现在圣美横插一角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 让他们在圣美面前出手 接他们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 林明慢慢转动着自己手上的须眉剑 他的气息不断的收敛 脸藏于体内世界 聚集于魔方周围 将魔方层层覆盖 魔方是林明最重要的器物 也是魂族魂帝和圣美梦寐以求的东西 因为修炼圣典永生之法 必须用到魔方 然而这个最大筹码 林明不但不可能拿出来 反而要仔细的藏好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面对圣美 和他那仿佛洞察一切的目光 哪怕林明对魔方有信心 却也下意识将其小心隐藏 拿出筹码之前 我有问题要问你 你刚才说 圣族因为有一件事情要完成 故而不能展开对人族的全面进攻 我想知道 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 圣族完成这件事情到底要多久 人族 还有多少时间 林明在来魂界之前 就曾经听魔使天尊说过 圣族的入侵 要比人族原本预料的要早得多 这让林明始终难以心安 他要在圣美口中得到准确的回答 圣美微微沉吟说道 告诉你也无妨 是太古界遗迹的叛乱 你应该知道太古界遗迹吧 太古界遗迹 林明眉梢一条 微微点头 他自然知道 当年他与造化圣子一战 就从造化圣子口中听说过太古界遗迹 这似乎是宇宙中一块最古老的天地 里边有大量的秘境神葬 还有上古大能遗留的传承 圣族很多传承都是从太古界遗迹中发掘得到的 包括林明从造化圣子手中迎到的人族天尊突破真神之法 也是从太古界遗迹中得到的 圣美道 太古界遗迹 位于圣族境内 但是比临太古界遗迹的 还有一重宇宙 这一重宇宙中 居住的全都是太古种族 百亿年前 百族争霸的时候 他们这些种族都曾经盛极一时 出过无数辉煌人物 但后来慢慢没落了 但他们联合起来却是一股可怕力量 三十六亿年一次的大劫 部分宇宙的叹息神强开始减弱 战争爆发不断 圣族也要着手对付太古种族 击杀他们 关乎太古界遗迹的归属极为重要 所以他们要剿灭这些遗族后 才专心对付人族 这个时间 也许持续八十年 也许一百年 我无法算准 原来是这样 听了圣美的话 林明心中感叹 太古遗迹 毫无疑问是一处总财富不可想象的神葬 圣族守着这片神葬 就有天然的优势 就像魂族守着圆梦宇宙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 圣族慢慢甩开人族 在三十六亿年前的那一次大劫 叹息神强消失后大败人族 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事 毕竟只要圣族有几个人 在太古界遗迹中得到精士传承 晋升为真神 就比人类强太多 每多一个真神 在两族大战中都是极大优势 可比起魂族来 圣族似乎并不占上风啊 好了 你的问题 我已经回答了 可以说说你的筹码了 圣美看着林明轻轻笑着 她好奇林明会拿出什么 我的筹码 有三 林明伸出三根手指 她一个小辈 想要打动一个种族弹劾容易 她只能倾尽所能 拿出自己所有能拿出的东西 第一 金色书页 林明声音清亮 灼灼看向圣美 我会在圣族全面入侵人族之前 也就是八十到一百年的时间里 帮你拿起圆梦宇宙所有剩下的金色书页 可我有个条件 每拿到一张金色书页 我可以给你 但是与此同时 我希望从你那里也得到一张金色书页 可以参悟观看 之后 我可以还给你 我想 以魂天圣地的底蕴 想必珍藏了不止一张金色书页吧 林明说出自己第一个筹码 而圣美却笑了 你倒是自信 算盘也打得精妙 圣美的话语中 蕴含了一丝淡淡的讽刺 你这筹码 等于是用我魂族的东西当好处 送给我魂族 而且你还要观看我魂天圣地的金色书页 对你自己都大有好处 这也算筹码 我不管金色书页 是不是属于魂族 可问题是 你们暂时拿不到 不是吗 林明声音淡漠 并没有因为圣美的言语而乱了手脚 圣美的发问 她早就预料到了 确实难拿 但你也太自信了些 你以为你是万能的 圆梦宇宙 那些好拿的金色书页 早就被人拿走了 剩余的一个比一个难 当年魂界祖先创造圆梦宇宙 他定下的标准是按照百亿年前来的 那个时候天骄背出 远不是现在能比的 想拿金色书页 只有达到百亿年前最强天才的标准 不可能有任何投机取巧 你什么都不了解 就像八十到一百年时间内极其金色书页 我怎么可能信你 我承认你是天骄 我甚至承认你的同阶站立在我之上 可你别忘了 我的大转生数还未圆满 我在完成七转后 天赋再度提高 可即便如此一些金色书页 我也完全没把握拿到 就拿着剁神山脉来说 在这片刊台上 想要悟到通彻 拿到金色书页谈何容易 而且这涉及到魂租法则 在这个领域我比你擅长 我这次来剁神山脉 也是在完成第七次转身后 顺便在此悟到 我不认为你有半分胜过我的可能 胜没有自己的骄傲 他不会轻信林明的 然而林明没有被压制 他淡淡道 事在人为 嘴上说说没有任何意义 你说的都是道理 也许有些金色书页 你能拿到 可我却拿不到 但同样也有金色书页 我能拿到 你却拿不到 你不试试 又知如何呀 何况 我还有其他两个筹码 继续 盛美声音默然 显然林明的第一个条件 并不能让他动心 第二个 永生之法 林明语出惊人 盛美的眼眸一下子亮了 一向云淡风轻的他 却失去了往日的镇定 你说什么 他一双眸子 盯住了林明的精神之海 似乎要看穿林明的灵魂 而此时 林明高度紧张 将永生之法的诱饵 抛出来 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他清楚 金色书页的分量不够 如盛美所说 金色书页本来就属于 浑足的东西 而且林明能不能拿到 这还脸说 盛美看了林明好久 林明道 我可以和你一起 参演永生之法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盛美听了林明的话 目光露出一分疑惑不解之色 她喃喃自语道 你明明不是魂族 可你的灵魂 却有一分永恒之魂的特性 但又不诠释 奇怪 永生之法 需要永恒之魂为隐 盛美虽然是魂族天骄 但也没有永恒之魂 永生之法的诱惑实在太大 甚至要超过大转生数 谁不想永生啊 盛美没法拒绝这个条件 哪怕她感觉林明根本不是永恒之魂 也难以学会永生之法 但总好过有个希望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